好的,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大家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请大家一起我们合掌 参称我们的本师释迦摩尼佛 礼敬世尊阿罗汉政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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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我们也是用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今天我们讲第三节 第三讲这个加罗摩经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两次了 今天晚上我们讲的这个第三次的内容是第三节 如果你们打开你们的那个文件 上回我已经把文件传给你们了 如果你们没有文件的话 你去你们的群里面下载那个文件 不知道还有没有在了 因为已经几个星期了 你们去下载它 然后你们去看第三节 我们现在首先念它的经文 加罗摩经文件 当你自己知道 这些事是恶的 这些事是会被责备的 智者所不赞许的 在接受和修持后 将会导致伤害和病患 那就因舍弃他们 来吧 加罗摩人 你们要注意 不可听信他人多次口传的 不要瞒从传统 不要万听谣言 不要肯定经书所记载的 不可相信符合逻辑的 不要依赖哲理 不可单凭常理或外相 不可支持你喜爱的任何见解和意见 不可因某事物 是有可能而信以为真 不可考虑 因为这三门是我们的导师 加罗摩人 当你自己知道 这些事是善的 这些事是不会被责备的 智者所赞许的 在接受和修持后 将会导致利益和快乐 就应来助于善法 你认为如何呢 加罗摩人 一个心中没有生起贪欲的人 对他是有益或有害的 对他是有益的 使尊 加罗摩人 一个人不为贪欲所称 不为贪欲所致 心中没有贪欲 他不会杀身 不会偷盗 不犯邪淫 和不说万语 他会鼓励他人行善 他会否禅食 得到利益和快乐呢 是的是尊 你认为如何呢 加罗摩人 一个心中没有生起称慧的人 对他是有益或有害呢 对他是有益的使尊 加罗摩人 一个人不为称慧所称 不为称慧所致 心中没有称慧 他不会杀身 不会偷盗 不犯邪淫 和不说万语 他会鼓励他人行善 他会否禅食 得到利益和快乐呢 是的是尊 你认为如何呢 加罗摩人 一个心中没有生起愚痴的人 对他是有益或有害呢 对他是有益的使尊 加罗摩人 一个人不为愚痴所臣 不为愚痴所致 心中没有愚痴 他不会杀身 不会偷盗 不犯邪淫和不说万语 他会鼓励他人行善 他会否 尝试得到利益和快乐呢 事的使尊 你认为如何呢 加罗摩人 这些事是善或恶的呢 善的使尊 会不会被责备呢 不会被责备的使尊 被责备批判或赞许的呢 赞许的使尊 在接受和修持后 这会导致利益和快乐吗 你们理解他吗 在接受和修持后 这会导致利益和快乐的 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他的经文就到这里为止 这一第三节 所以我们就讨论一下 解释一下这一段的 这一节的这个内容 首先呢 你可以看 开始的时候呢 佛陀还是重复 我们前面两节都说过的 那十项 这是一个我们辨别 就是我们用来辨别 那个法 对那个法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听别人讲佛法 别的那些师傅们讲佛法 那么我们要看他 讲的佛法是不是对的 所以这个有 有个原则 就是佛陀在另外一部经书里面 就有提到过这个原则 就是 当我们听到一个人 解说他的道理的时候 我们要看 他讲的是对还是不对了 是不是符合道理的 就是符合法的 以及符合律的 这两个原则 这是指佛教了 佛教的出家中 如果是外道的话 现在外道非常多了 就像我们佛教里面 有很多这些所谓的 附佛外道 他就是利用佛教来赚钱 佛陀的时代没有所谓这些 附佛的外道 现在的附佛外道有几十种这么多 在东南亚 在世界各地 这些附佛外道很多 他也说他们讲的是佛法 所以他们也说 我们教的也是佛法 也是要使你增加你的功德 你按我们的方法来修的话 你会去到天上 或者去到某个地方 或者得到什么东西 他都是用这些 就是普通那些 开始学佛的人 他们不能够辨别 什么是对 所以他们一听到这个 就能够得到利益 所以他们就受这个吸引 不过很多人来求的时候 他都是有苦恼 可能是生病 或者家里的人有病 或者有什么困难 所以他们就 没有选择性 哪一个遇到他就去求他 所以因此这些附佛外道 无恐不入了 他们就利用这些人的落点 然后靠住他们 因此他们就被他们牢牢地给他 把他们控制住 所以不只骗他们的信心 也骗取他们的钱财等等 很多这些外道 所以对于那些人没有正见 也没有去正思维的话 所以八正道前面这两个事 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有正思维 正思维之后才会生起正见 而这一部《加罗摩经》所讨论的 就是要我们有正思维和正见 所以佛陀列这十条原则 就是不要信别人口传的 就是通过别人来介绍给你的 或者讲给你这是道理 就像我在国外 我这边可以上脸书 Facebook 但是我们在上面 是弘扬正确的佛法 我们上传的东西都是符合 他们脸书的规矩的 但是他们那些外道就要找我们 为什么要找我们 他要利用我们的联系 以及我们所得到的那些赞赏我们的人 教我们的人 他要利用我们这个关系 因此他要能够找到更多的人来赚钱 所以他一直要来教我 那些外道的信徒 我也不要讲什么名字了 有很多这些不同的外道的信徒 就一直想个办法来教我 那么要用我的关系来 使我那些跟随我的那些信众 能够给他们拉过去 要骗他们 目的都是要骗钱的 这些人都是这样 所以这些就叫做所谓的复佛外道 很多现在非常猖狂 在海外来说了 国内因为控制的非常严格 所以他们也不能够活动了 或者转入地下 所以不要听信他人口床的介绍 不要盲从传统 这些都是佛陀讲的原则 不要听人家传的那些谣言 不要认为这是经书 某某经书记载的 所以常常都有人来问我 说我听说这本经书 不能够消夜战啊 什么什么等等这样 念这本经书能够怎么样 要念多少遍 我说不要相信这一套 佛陀没有叫我们这样做 所以不能够完 就算是所谓的佛经 因为有很多所谓的佛经 不是真正的佛经 他们是被编出来的 不是佛说的 那你如何分辨它呢 分辨不来 普通的人分辨不来 你必须要去修持正确的佛法 必须要常常皈依守戒 常常修订 常常关照 关照五蕴 不是关照其他的东西 如果一个出家众 不是教这些东西的话 他只是教不正确的法 他本身也没有戒 所以他不可能 教符合戒律的东西 因此 对于那些初学的人 满满郎 不知道怎么去选择 不知道谁是正确的 谁讲的是正确的 这个时代 这些网络这么发达 而这些要骗钱的人是无孔不露的 就像前一段日子我买了一个导游器 就是汽车用的导游器 那我要去上网去下载最新的地图 结果我就去了一个骗人的网站 那种叫钓鱼的网站 他就骗我说 哦 他就上了我的电脑了 他说 我帮你下载 好了 我说你帮我下载 他就说 你的电脑出问题了 我说什么问题 他说你电脑有病毒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有病毒 你看他说 我现在帮你扫描 马上就帮我扫描了 我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 然后他就说 你的电脑有这么多病毒 我们帮你清理病毒要360块 我说 我是要你下载地图 你跟我扫描什么病毒 我不跟你谈了 马上跟他关掉了 我说你马上推出去 马上跟他关掉了 然后他就得了我的电话号码 天天打电话来 不同的号码一直来打来 要骗我们嘛 因为我们对电脑不是内行嘛 所以你看很多这些 这些 这些 无法的分子啊 无法无天的这些人 这些坏的人啊 太多了 通过这些网络 现在每个都躲在家里 不能够出门很多地方 结果他们就撞这个孔 来骗人了 所以你看我们也特别小心的 不符合 经书所记载 不符合逻辑的 不要只要凭 这些都是 佛多士非常有智慧的 他讲这些道理 都是要我们注意嘛 所以不要 你认为你喜爱的嘛 上网你选择你喜爱的嘛 人都是这样嘛 其实这个就是贪嘛 你就会被你的贪所害嘛 所以你也不要认为 哦 我相信这个人 这个人很多人讲 推荐这个人 你也不要 你要先检查一下 自己一定要分辨 要有分辨的能力 自己要看一下 他讲的话 他做的事 是不是真正的来 讲他的道理的人 而不是来这边骗钱的 骗钱的很多 所以接下来下一段 佛陀就提出那三个原则 就是贪真吃了 一个人心中有贪 有称和有吃 你说对他是好还是不好 那当然是不好 一定对他是有害的嘛 不会有带来利益的嘛 可能暂时会带来利益啊 就像那个骗子要来骗我这样 那个是印度人来的 印度达来的 骗子来的 他要骗我360块钱 要我赶快拿我的信用卡给他 那站着我后面的那个斯里兰卡师傅 急得不得了 他说你你就要被上当了 他说我不敢开口啊 他站在我后面在看着我被骗 他脑筋比较快 我们比较老实一下子就被骗了嘛 不过我还好 我还很警惕了 所以我们要要要要相信 是我们要相信人 但是 是我们要去骗子 做什么 做什么 你掉线 慢着我等着 做什么 你又掉线了 又掉线了 掉线了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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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吧 好 好的 看近我吗 可以可以 可以了吧 好的我们继续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 佛陀这边的原则就是 我们要辨别 辨别就是 辨别我们的心中有没有这个贪真痴 如果你认为这个贪真痴对你有好处 那你就可以用你的贪真痴来做事 对不对 但是他就问他 你认为贪真痴 你的心中有贪真痴对你是有益还是有害 所以佛陀问他们 他们就答 当然我们都知道 心中有贪真痴会使我们造恶业 所以当然是对我们有害 所以因此他就问 如果你的心中要是没有贪真痴的话 那你就不会去做杀生偷盗 邪淫万语等等的事情 你就会鼓励别人去做善事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会给你带来利益嘛 长期的利益嘛 而且会带给你们快乐嘛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佛陀才问他们这些 他们就答 是的 我们知道啊 他会给我们带来利益 也会给我们带来快乐 所以佛陀就问 问了之后他们每一个问题 就是每一个烦恼 主要的烦恼了 贪啊 撑啊 吃 然后 他都问 问完了之后呢 好的 佛陀都得到答案了 佛陀认为他们都理解了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好的老师 所要做的事情 一个好的老师 他懂的 就是引导 引导他的学生 就是引导他的学生 走向善的 但是那些坏的老师呢 会引导他的学生怎么样 引导了 这些学生 做那些坏的 那么 结果就全部 引导他们下地狱去 去到恶道 所以 就像刚才我前面所讲的 那些 父佛外道这样 他们就会引导你 走向 坏的地方 所以 会走向 恶道去 所以我们要 非常 小心 这个问题 是非常 目前来讲的 是非常严重的 到处都 这些 这些 外道 这些坏 其实这都是磨来的 也就是磨变出来的 要来 破坏 佛法的 要使那些人 不要修行的 修不到正确的佛法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 当然他们 当然他们本身不知道 他们本身只要求得到一些钱财利益而已 所以他不管你的 他并不是会带领你们去学佛法的 所以我们要必须要辨别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 佛陀问他们之后 然后最后 最后一部分 他就说 好了 他就问你 你认为你这样做的 会不会被责备 如果你做的是好的 当然不会被人家责备 你只会被人家成长而已 那么你这样 你接受这样的法 最后其实就是引导他们来学佛法 你修持这样的法 之后你会得到利益跟快乐吗 你们理解不理解 佛陀问他们 所以他们理解 当然那些人 讲理解的人 也可能是少数了 听的人 如果那个村的人来听 全部的人可能就是 几十个到一百多个 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村了 在以前来说了 佛陀的时代了 现在的村都很大了 就像中国的一个村里面 都几万个人 我们这里一个小村 两百家两百户 我住的地方 两百户了 两百户 一个户里面 但是有几个人 好的 我们到这里为止 接下来我们就留一些时间来问问题 你们有问题的吗 你们把问题打出来 我的电脑的这个 这个关不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关不了 我现在把这个打开一下 你们可以打开那个声音吗 你们大家可以打开声音吗 我这里不知道怎么样去引用 可以了 啊 管理成员 解除全体静音 好的 全部开了 解除静音 好的 你们打开 是我的问题发到疗分框了 我看不到 因为我这里 我现在用手机来跟你们 讲这个 我的电脑那个不能够卡住了 师傅 我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 上师傅今天分享的这个 呃 故事 然后呢 现在有一些师兄 他长修时间是比较长的 然后呢 他们会去 呃 指导一些 没有接触长修的人 也是指导像进行光呼吸 然后呢 也会帮这些人 解决一些心理问题 但是他们没有收费 呃 但是被帮助的人呢 会学习给他们 他们也会收 但收完之后呢 他们是会用固定的金额 来供养生团 其他呢 是用于他们的运作 或者生活 请问这样子 他们是 也是放戒的吗 呃 这不是放戒了 这个是他们自己 他们收也是随喜而已嘛 嗯 这个不算放戒嘛 这个是他们愿意给的嘛 我们就不可以收了 因为我们是出家人了 我们就不可以收了 哦 出家人 哦 他们是在家人 如果这样做的话 他们也要有一些 费用嘛 他们自己要运作的费用嘛 这个 这个无所谓 其实是最好不收了 好 这个 这个 要先 要延新呢 你把你的那个屏幕共享关掉 好像你 更少屏幕 我们都看到你的屏幕 还也没有问题 是啊 他把他的屏幕都传上来了 他不会用手机 但是老太太不会用手机的 瞎按了可能是 哦 好的 师父 就是他的那个屏幕共享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师父 词心九戒 词心九戒 是什么回事 是来历是什么呀 词心九戒 它并不是佛陀传的 这是缅甸他们自己自传的 泰国也没有这个东西 好 但是也没有问题啦 可以啦 我把那个文件整理的 传上各个群去嘛 我们也可以收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自己收啊 它其实就是八戒 加多一条这个磁心戒嘛 这个磁心戒是怎么个要求呢 哦 就是 就是我们平常念的找网课的 那个里面的内容嘛 慈悲洗手 啊 就是那四个嘛 我们念找网课的那些内容嘛 我好像听他们说 说这个 守着又慈心九戒 这个一个恶念都不能有啊 哦 没有这样说 谁这样说了 那还是说 尽量保持 是啊 就是 里面我们念的那个慈悲洗手 愿我的那个心安乐嘛 对不对 愿我的心没有痛苦嘛 愿我的身体没有痛苦嘛 等等嘛 这些 就是这一天要时常保持这样的心 对对 对的 也对的 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走 就不愿意 跟健康的那一天 就不愿意 刚才又掉线了 好的 还有没有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今天床的那个滴水回向的 就我们不做滴水回向 直接像平时那样心中或者佛前回向也是可以的对吗 可以啊 你做滴水回向主要是回向给那些亲友 如果是在轨道的啦 因为滴水回向是佛陀教的啦 主要是回向给那些轨道的众生 如果你的亲友里面有一些在轨道的啦 如果你知道的话啦 好的 好 我们就一起回向功德 大家一起合掌 愿以此功德倒向猪肉镜 愿以此功德为正涅槃元 我以此功德回向猪有情 愿猪有情众 同得此功德 Inside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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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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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吧 有些人的朋友 也要有些人 所以用來做些人 一些人 用來做些人 可以做些人 可以做些人 用來做些人